经典悲情电影《花销道中》 在江湖时代有一个身世可怜的小女孩 每天都遭受母亲丧心病狂的虐待 她的名字很美叫张悟 她的身上被母亲烫伤了很多伤疤 终于在她七岁的时候 这个没有人性的母亲去世了 虽然摆脱了虐待 但是同时她也变得无家可归 就在她流落街头蜷缩着哭泣的时候 被当时非常著名的花魁妓女物理看中了 带她回了妓院 但是没过多久 物理就去世了 随后一场大火把妓院烧毁了 妓院里的一群妓女非常开心 因为终于可以看到外面的世界了 随后她们搬到了另一个妓院中 依然靠出卖身体养活自己 一次在街上招物不小心被碰到在地 善良的男主角出现了 把女主扶了起来 还说要帮女主把簪子修好 约定好地点三天后取回 女主对这个善良的男人一见钟情 不知不觉地爱上了她 而男主也被女主的倾国倾城所倾心 女主回到妓院以后心情迫切 想要见到男主心里非常想念 于是没有到约定的日子就来到了约定的地点 结果她看到男主挽着另一个女人 女主魂不守舍地回到了妓院 在床上一握不起 直到有一天男二在这里办庆祝酒会 女主才起身化妆下楼 没想到的是女主再一次遇到了男主 原来是男二邀请来了男主参加一个酒会 男二看出两人眉目传情 于是就故意当着男主的面和女主做爱 凌辱女主 后来又把自己家里的一个亲戚介绍给男主 要挟男主让他们结婚 还故意让男主的婚礼在妓院举办 甚至告诉男主他想要买了女主娶回家 在酒会上 男主悄悄来到了女主的房间 他告诉女主他是屋里的弟弟 他接近男二的目的就是调查清楚 自己姐姐的真正死因 因为男主的姐姐被男二赎回家不久之后就离奇的去世了 宴会上男主趁男二喝多了 就询问了一直以来想知道的问题 也就是自己的姐姐的死亡原因 男二告诉了他 其实他买了他姐姐回家 就是伺候贵宾的 没有用了就把他扔在了街上 然后冻死了 男主觉得他买回去女主也是同样的目的 所以就在男二羞辱女主的时候 非常愤怒 一气之下杀了他 很快通缉男主的布告就出来了 男主被迫开始潜逃 女主不知道男主去了哪里 所以天天去他们第一次约会的地方等着 终于有一天 一个小孩给了女主一个纸条 上面写着今晚见面 后来两人终于见面了 但是春宵一过 官府的人就不知道从哪里得到了风声 来到了他藏身的地方 把男主抓走了 并宣布过几天就斩首示众 女主也伤心过度 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但是男女主人公渴望追求自由的脚步 从未停止 猎瓣的牵牛 开花的身体 睡不着的夜 忘不掉的你 机缘的火 头身的水 美丽的朝雾 女人一上了年纪 就不受男人的诱惑 但是不爱的这么深 做女人又有什么意义呢 最后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花开艳丽 终散落 世间随人 能尝久 欢迎下方留言告诉我 我是